好像Aiva想說一些黑執事 什麼執事 說吧 少女漫畫 都算是少女漫畫 黑執事就是當作少女漫畫 都是少女漫畫 沒錯 其實這套新版 黑執事 第三季 相隔上一季來說 都算很久有新的一套 我自己都很期待 因為其實在上一套 是說回原創的 我自己都不太喜歡上一套那一套 但因為這次的一套 就是用漫畫裏面的其中一個故事 漫氣團的故事 來做一個新的故事 變成我自己就很投入去看 我自己都會喜歡 劇情是穩陣 是的 奇奇怪怪的角色 所以其實是動畫原創一些集 當然是本身黑執事的故事 它全都做了 所以它要強行延長一些內容 所以變成今輯來說 其實它都是運用一般以往的 第一季的形式來做 第一集它主要是介紹 因為可能相差太久了 變成它想讓大家熟悉每一個人物的角色 第一集主要是介紹這些角色 到第二集開始 就正式說回新的故事 即是馬戲團的故事 我自己都很期待 亦都會繼續看 我作為反而言 我相信也會有很多黑執事的反 都會很喜歡看新這一季 不過我想問問Aiba 因為新一季大約不清楚 不過我知道黑執事之前 就有真人版的電影 電影真人版 其實我想問你 因為電影版 我看一些反應都幾意見紛云 以及都幾... 我可以跟你說 我自己都是不喜歡電影版 我也都沒有看到 其實當初我知道有電影版的時候 因為選角的問題 其實男主角沒有問題 他選了 水到希羅沒有問題 但因為另外少爺的角色 他居然選了高力彩牙來做 你要明白剛才我們 為何要在野奇 我們所說的 這些是一些不現實的角色 你找一些現實的人去做 你破壞夢想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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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自己都看回 當很多人知道 原來少爺的角色 是高力彩牙來做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很不喜歡 我自己都很不喜歡 撇除了高力彩牙 我本身自己都一般 但他居然更加拿著 找他來做一個反轉的角色 我都覺得很奇怪 當然你說故事 我沒有看電影 但應該都是原創的 故事 我見有些看了的朋友 都說 電影版都不做得那麼好 所以我也寧願看動畫版 不過我的朋友 肯少那種真人版 那種真人版 那種真人版 如果你說真人版 我覺得男子高中日常的電影 反而我會接受到 所以有時候真人版 真的不要亂試 真的破壞了 黑汁事真的破壞了 我覺得電影版 未來看看機動警察 那個真人版又怎樣 我們這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